本地烟埋持续 今天的空气素质在上午11点过后 开始进入到不健康水平 截止傍晚6点 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介于102到113点 属于不健康水平 3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是116点 在这同时 国防部长黄永宏表扬到 印度尼西亚协助扑灭灵火的新加坡团队 黄永宏部长将我国抗埋部队 在印尼协助扑灭灵火的一组照片 放上Facebook 这些照片是我国武装部队 在南苏门达腊省首府聚港拍摄的 黄永宏说 印尼有超过10万民众 患上同烟埋有关的呼吸道疾病 当中一些人情况严重 黄永宏对我国武装部队和内政团队人员 在艰难情况下 不屈不挠地同灵火搏斗感到自豪 印尼灾害管理机构表示 苏门达腊岛上仍有760多个火点 由于大火飘忽不定 增加了灭火的难度 消防员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火势 不让它蔓延 接下来是尝试减少火点数目 和由火点引发的烟埋 除了我国 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的支援队伍 也加入到灭火行列 受烟埋影响的马来西亚星期五的情况有所好转 包括吉隆坡、马六甲市、波德申和沙拉越古境在内的36个地区 空气污染指数截至中午 回落到62到82点的中等水平 来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